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成猴了 有关心我们观众一直说 老替你们觉得危险 对 徐老师 你这是典型的 上海人过去就住亭子间 楼梯间 你的命就是永远在这个楼梯 不是 问题是 它的楼器这么高大上 它挡住了海景 你知道吗 这个 不管怎么样了 好几好几 楼梯嘛 楼梯嘛 显得咱们有欧洲的这个感觉 楼梯的主要作用 就是美女从上面 缓缓走下来 所以下次我们要从上面走下来 这不错 对 我们没有办法走这个景 韦杰你可以以后 咱们的女嘉宾 男嘉宾就坐在这 女嘉宾全是这样 从楼梯走下来 但是因为我们是虚拟的 所以我要 零空漫步就下来了 我回去练习一下 核心那个肌耐力再来 你还别说韦杰这个身材越来越好了 还是这个裙子穿的能够凸显你的身材 都加分 我总可以告诉大家身材好不好这件事 我觉得上了我们这个强强三人星节目之后 女嘉宾都这个更美了 好像你觉得吗 许老师 对对对 男嘉宾正相反 越来越苍了 其实韦杰 我对你的这个脸容啊 有一个我作为北方人的感觉 你是纯种的汉族人 对吧 你不是吗 纯种的汉族人这个概念不存在的 徐老师 如果真从血统上来说 我们什么时候纯 哪有一个纯洁的中华民族 我们这个都是 蒙古人族 蒙古人族 而且混了好多 你比如说我怀疑我可能跟契丹 或者鲜卑 当我们 当我们问我们的DNA的时候 也许我们能听到契丹和鲜卑的回响 就是而且我这个腿上的毛都是卷的 这我的头发 可能出生的时候被雷打到 也不一定 对不起 你真没说错 你真没说错 我跟你说 韦杰 你还真是 你很神 我出生的时候确实被雷劈了 你知道一般只有伟人才会有这个现象 就是什么天有异象 我没跟你讲过吧 徐老师 我不撒谎 我妈妈亲口跟我讲的 现在你们有没有见过 知道有一种闪电 叫球形闪电 球形闪电 我在我刚刚生出来的时候 我妈妈 就是一个球 一个球 就还会移动 就进屋了 我妈妈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就是闪亮的 后来我妈妈 她觉得是杂志上说有一种闪电 叫球形闪电 然后你这个进屋 这灯都黑了 然后她最后是拿那个暗板 那挡着 一个手抱着我 一个手挡着 最后啪一声 这屋里就全黑了 这是雷雷劈出来的我 所以脚毛就卷了 这要是随火后转 听上去像是要 要做立心组的 那个学说 每一个人都要编一个这样的 太厉害了 我回去想一想 下次再告诉你 以后我外号雷震祖 怎么样 这样在女性眼中 哗一下增添了很多 没有 搭讪的第一秒就赢了 你知道别人就说 看一下新准 就说没有 我告诉你 我出生的时候被雷打过 女生就会把很认真听五分钟 不然搭讪 五分钟太长 女生最后的结论是 我终于知道了你弱智的原因 韦杰就是 我是说她什么呢 她的这个面容 为什么我说纯种 因为你看 如果有电影 好莱坞电影 你徐老师 你说是不是 她需要拍越南的姑娘 或者泰国的姑娘 韦杰去演 别人绝对看不出来 真的都是事实 对不对 对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奇怪 我不知道 你祖上 你家里人有没有给你讲过过去的故事 都没有 我就是妈妈那边是辽宁人 爸爸就是台南人 所以我真的是没有东南亚人 你觉得是不是 他特别有这种 东南亚的那种 姑娘的样子 我去东南亚 大家看到我都会跟我说当地话 我去泰国 泰国人都跟我说泰文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 我应该去东南亚发展 成为东南亚一姐 好好好 所以都是容易被人认错的人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 正是一个容易认错的人 容易被人认错的人 就有一个姓李的哥们 叫李先生 你知道吗 就这两天的这个新闻 为此导致 有人开始骂我们这个新闻媒体 就是浙江当地的浙江的一个新闻媒体 现在已经公开道歉 你也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新闻 如何的翻云覆雨 就是说 这个李先生多年来有一个困扰 就是他不管到哪出差 一住酒店警察就来 一住酒店警察就带他去派出所 他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终于有个警察 带他的路上去问他 说你吸毒吗 他问我怎么吸毒呢 后来拿出这个公安局里 有他的这个上网的这个案件资料 就说他曾经是吸毒啊 贩毒啊 被被判过刑 说就是你这个名字 哦 这是这个新闻 就这么给爆出来了 爆出来就是说 呃 这个大家就觉得这个公安 是不是搞错了 但是又过了一天 浙江的这个媒体啊 哎呦 这这回可以拍戏了 说 这是个隐藏很深的影帝啊 对 他就是那个罪犯 就说这个李 李先生 嗯 他故意跟没人说这个 实际上他就是当年 贩毒被抓的那个人 照片完全是一个案底里边 确实就是他 嗯 他是胡说八道 嗯 好 结果到最后 再一天的媒体出来 对不起 我们已经删除了 错误的报道 因为什么呢 这接下来道歉 就该公安 大连公安道歉了 就是因为拿出来啊 几个照片 当年留案底的照片 住酒店的照片 被当地派出所带走的照片 和姓名 的确是同一个人 或者说相似度极高 嗯 那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当年呢 有一个跟他同性的人 他是 他是 长得也差不多 就是说 长得可能不应该像 嗯 同名同性的人 同名的人 同名当然同性 就同名的人 当时这个大连那边公安 在录入这个案底的时候啊 说是呃 这个疏忽也把他给一起录入了 嗯 因此就是造成了这种 就长期以来当年的案底 就录成了他的资料 嗯 所以说造成了这个错误 嗯 这个我看了这则新闻呢 我的感受是第一 我真 我觉得现在这个警方力量真大 我完全不知道 现在这个 现在不是说很多地方 有联网吗 嗯 说房产啊 什么反腐都很难嘛 但是你看这个 联网信心 这个效率很高啊 我想应该是二 那个二代身份证换了之后 就联网比较快 一代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快 嗯 是吧 对应该是因为这个关系 但总之 我觉得第一 这是呃 警方效率很高 嗯 这是我第一个感受 第二呢 我又感受到 我这个警方 现在这个态度很好 就一有错 马上出来纠正 那干嘛呢 对 那否则呢 你还不纠正啊 可是可是我并没有办法 那有很多 不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纠正的啊 啊 有很多例子的啊 这个我们不讲了 但是 这是原始 这是原始 但是这样马上 就有有一个错 马上就承认 但我觉得他有没有到 马上承认呢 因为第一时间 就是如果这件事情 第一个错 就是大连这边的警方嘛 嗯 他明明就知道他有 就是说他们登记错误 这个小伙子 也去了那边的派出所 跟他们说 哎 确实你们有错要改 然后他们也知道错 可是没有改 此外才会 呃 造成后面 对 当时就没有改 是后来浙江这警方 再去就说 哎 我们看大连这边的资料 还是一样 所以才去 又再去抓他 然后这个警方还说 对 你看他们就是错的啊 就是说你 就是你 然后所以 媒体才会引用说 你看连这边警方 给我们资料都是你 就是他会变成说 第一步错 后面步步错 啊 但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 哇 这警方这样特别好 你都不用担心老公去哪 反正老公住到哪个酒店 警方五分钟 就把他带走去 你这个思路很好 是吧 全国丈夫联网 真的完全不担心 有没有 谁是有人来敲门 北京是继 这个全国这个妇女 感谢这个党的反腐之后 又出现了一个 妇女界的声音 是吧 然后哎 我们可以看看这位倒霉蛋 不是 应该是向人家表示同情啊 我们可以看看几张照片 就是这个李先生 这是当年 这是接受采访的截图 说跟我说 小伙啊 你吸不吸毒 他说我一听说 我长这么大 不担我不吸 我身边的朋友 都没有这样的人 哎 这话也不要说太大 对吧 对 这李先生 这么说 哎 许老师 你就是李先生的这个面向啊 会不会容易让人误会呢 不会 长得挺真实的 对 长得像个好人 对吧 你再看 你再看 哦 这个不是李先生啊 这个是香港警察抓野猪 你知道这两天啊 你看见香港警察有个野猪跑出来了 香港警察到处抓这个野猪 这里边最经典的一个对白 就是警察你知道冲这个野猪说什么 说 你被包围了 这是真的 警察 香港警察干什么都煞有介事 他会把那个 要抓的人的那个权利啊 叫什么 全部念一遍 美兰德 还是有 有一个原则 是吧 我一切 你有权什么 保持接默 你有权保持沉默 是吧 如果你不保持沉默 你说的那 你现在的任何教唆 将来都会被引走 什么变成堂共存 这说明人家是多么尊重 这个警察执法的这个原则 哪怕不是人是猪 都有跟你说清楚 对 否则我要对着你胸口开枪了 对对对 那请问猪有把手举下 猪有举手说头下 猪两足站立了 猪听了之后 哎 是吧 就是 这警察你看 哪来的野猪啊 真奇怪 不是 徐老师 你从这个细节 我想说什么 就是过去我们讲的 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 经常会被人当成 这个人有点轴 那么轴呢 但是你看香港警察 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他哪怕是见了野猪 他也当成一个案犯 或者嫌疑人一样 他申诉你的权利 告诉你他要干什么 比如说 哎 你要注意啊 我要开始打麻醉枪了 对不对 他至少他会试警 是不是 我要打 那要戴手铐 我要给你打催泪弹了 报告 我要干嘛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李先生 你看咱们讲很多事的角度 我觉得是这个怎么说呢 人本主义的 就是我老在想啊 诺贝尔文学讲 或讲给一个小说 我注意到啊 他们的这个判词里 不是判词 那也不是判刑啊 就是说他这个判词里 经常有一句话 给我很深印象 就是说啊 这个书啊 这个小说啊 他描写了人类生存状态 所以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意识 我觉得有一个很高的文学标准 这个很高的文学标准 就是说某个作品啊 你是不是写出了某一个地方的人 或者某一种类的人 或者某一个个人 他独特的生存状态 这个你就有贡献 那比如说这个李先生 他的这个生存状态 你有没有想到 太有意思了 你知道你看了很多细节吗 因为他多年 他比如说 他一到这个酒店 一住下来 好 两个小时 光光光警察就来了 就把他带走 好 老这样老这样之后呢 你知道他成了习惯 他成了习惯 他干脆呢一入住啊 警察怎么不来 对不是 他一入住呢 他就 他一入住 他就坐床上等着 这个细节很有意思 他最后 因为你成了习惯 他要把行李打开 收拾半天吧 又很麻烦 所以多年 他已经养成个习惯 一进酒店房间门 他就坐床上等着 这次是说什么呢 有一次好像就是说 等 就说等了半天 也没来 没来 他就想都12点了 我睡不睡啊 说再等会吧 要不要 要不然半夜里 又给叫醒了 所以又等 最后一直等到凌晨6点 也没来 等了一夜都没来 觉都没睡好 说再睡会吧 8点来了 警察来了 所以你看 他这个凶存状态 前面是社会新闻 到了后面 这个就是文学了 是吧 等待的过程 心中的煎熬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网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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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没有被查过房 查过房 我们开过房 不是我们 什么 你跟谁 一不留神 一不留神 太可怕了 留神这句话 查过房 查过房吧 不是被谁查过房 警察 我以为你说被女的查过房 我没有被查过 你被查过吗 当然 你干什么了 没干什么 那个时候 比方说我要从我查队的地方 要回上海 你走的时候 就要大队里开一张介绍信 就是证明你这是 什么什么地方的知青 现在可以回上海 然后你住在县城里边的 小旅馆里边 半夜 啪 手电就照到脸上来 这是每个床 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人 一个房间 好几个有蚊帐的 啪 手电就照到床上来 都习惯的 到了后来就像你说的 我开好了证明 他要晚上没人来照我一下 我觉得白开了 觉得好像很舒服 浪费了那张纸 他看了你的这个 而且他们也会顺带查其他的 比方说他会问你 你一个人还是几个人 那有的人叽叽叽叽叽叽 说我还有个同学 女同学在隔壁 你们还有别的人一起吧 有时候就顺便 就像现在反腐一样 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然后你是一个警察 开枪的事情 结果搞到个副县长 学历的问题 对不对 就是躺枪 那个时候这种也很多 所以你随便不如一查 我一直在回想那些场面 就是说 没有人觉得人权受生犯 大家觉得很安全 我开了一张证明 而且那个证明的上面 七怀八道的字 手写的 最重要的是那个工章 就是什么什么大队 党支部的这个工章 为什么大家就这么信 有很多人说 那个时候社会乱 无政府主义 不是 高度控制 高度控制 我一直在 我一直在 你讲到查房的事情 我就马上想 我还真的觉得 我有几次开好了介绍信 晚上居然没人 没查是吧 觉得冤的 那会不会是因为查的态度呢 就比如说他们查你就是态度都是如一的 就说大家都一样 就是例行公事 可是比如说像刚刚这个李先生查房是 他被警察带走了 然后他跟你讲说 我真的没有 不然你打了电话 他就说不 你就是 你是故意的 每个犯罪人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态度关系 我碰到的态度是 他们不是敲门 他们是直接手电照在你脸上 那怎么进来的呢 他们当然有钥匙 你开什么玩笑 这个当地的这个 这些警察或者是这个 哪怕是你都搞不清楚 他是警察 还是维持治安 或者文工无畏 或者造反对 就总之是一个权力机构的人 直接晃到你这个脸上来 所以你看徐老师 他有过这样的这个历史的经验 他就对一切的这个期望值啊 都不高 你知道你这个让我想起 这个在前苏联 你知道前苏联吗 那个时候就叫前 以前的苏联 斯大林 斯大林时期的那个苏联 这叫什么 就说那个时候有个笑话 就是说这个苏联人民啊 最幸福的事是什么 你知道 最幸福的事就是半夜里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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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好家伙 这个扣哥伯敲门 框击你把门打开 他说 瓦西里 跟我走一趟 然后这个时候 你可以跟他说 对不起 瓦西里住隔壁 这就是苏联人民 最幸福的 你这个 这就是 我跟你说 我在咱们节目里讲过 但是既然这话感话 讲到这 我可以再说一次 就是 我在碰见过一个香港人 这个香港中年人 跟我混得还不错 就是 大家聊生了 开始跟我讲他的苦恼 他什么苦恼呢 他不举 这样也跟你讲啊 对 你们真的是好朋友 后来我就帮他治啊 我主要是心理 理疗师 对 我主要是心理 我说这个东西 根据弗洛伊德的这个说法 肯定是过去啊 你有过什么经历 是不是受过什么打击 他说 那是真是打击过一次 打击过一次 是怎么回事呢 那个时候 这个港人呢 特别时髦 到这个内地去嫖娼 对 他就在内地某个地方 一个小地方去嫖娼 酒店开房去嫖娼 好 然后睡在床上 大概就半夜两三点钟 你知道我一想都不举 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情况 他碰见了 就咣一下 就整扇门呢 就给踹开了 踹开之后 几个人就是那种特警啊 不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警 戴着头盔的 拿着这个枪的 就甭说手电筒了 他跟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暗昌啊 就躺在床上 咔 就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然后把这件拿出来 然后 对不起 错了 走了 知道吗 好可怜哦 我结果就留下一个 好阴影啊 他受此惊吓 其实根本不是抓他的 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 就是 就是走错门 就走错门了 这真的是倒霉 也没办法 你看跟李先生的情况一样 就是登错一个名字 就是这一个小的技术差错 造成了人家这样 心理生理的这样 上哪儿所赔去呢 这家伙一辈子的幸福 国赔 国赔 对吧 那时候应该不知道 只要把他留记号 留什么暗影之类的 国赔以后就免费到东莞 不能再抹黑人东莞 东莞现在健康向上 我说免费到东莞 就参加文化大讲堂 是是是 这个 徐老师好像最近到东莞 也去讲过 讲过什么题目 网络什么都忘了 反正互联网家 互联网家 反正他们的房子 开得挺漂亮 我想讲回 李先生这个事情 虽然是一个偶然事情 当然这样偶然可能也很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要非常非常引起 我们的警觉 因为我看到消息 中国的这个身份证 将来要新换代了 现在酝酿的一种 新的身份证 是全世界都少有的 就是说 他把你的多种信息 都放在一张卡上 严格说来 他将来就是 等于是你美国人的驾照 加社会安全卡 加银行信用记录 就是说 你的一张身份证 他都一查的话 不仅知道你是哪里来 什么年龄 什么 什么什么 而且知道 你有多少房子 对 所有 你有多少财产 甚至是 你家家庭的什么背景 你是什么官 这种信息 你想信息 他们说这个系统 如果实现的话 对于打击恐怖分子 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帽 就是说 因为我们一想到恐怖分子 袭击车站这个情景 我们都会忠心拥护 这样的新的科技 但是 那万一 再像李先生这样 有弄错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个科技越发达 对于权力的监控 就是这个权力的监控机制的要求 就越高 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表扬 我就说这个警方好 传媒也好 传媒虽然出错了 也好 现在传媒起了监督作用 我现在很多人说 中国的传媒 没有外面的监督作用这么大 我才不相信 你看看最近那个 那个庆 庆什么 庆安啊 庆安事情 庆安的那一个 你看看央视的传媒作用 多大 对不对 我们中国的传媒 是干预社会的作用是最大的 对 我在想这个身份证的退出 将来这方面是 我们这个传媒啊 这个这方面的冲动 都是有的 对吧 不比任何一个国家的 新闻工作者弱 对吧 但是冲动也是需要节制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伟节你有没有碰见过认错人的情况 认错人啊 或者说是资料有误 我呃 目前好像是没有 但是我有被查过 不过是去夜店的时候 哦 那是 这下一个好好说说 交代一下 因为就简师嘛 就是呃 有一阵子台湾夜店查得很凶嘛 然后去夜店 像我是去夜店 就不穿短裙 不穿什么 我去估计就在那边喝酒聊天 跟 你去那传教吗 我去那边就玩耍而已的 然后去就是那种大半夜 突然你知道夜店去就暗 然后每个女生都辣 然后那边扭来扭去 你就突然是觉得哇自己老了 然后下一秒钟 警察临检 灯全部都开了 你顿时觉得自己好美 因为所有的人就是喝醉了嘛 然后很多女生就是衣衫不整妆都容啦 然后就是很狼狈的样子 警察会突然亮灯 会 然后查什么呢 查身份证啊 就查你的身份证 看你是不是拿正确身份证啊 你有没有买18啊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那哇那一秒钟好精彩 我记忆荣心 后来我后来去夜店就告诉你说 哇真的女生不要不要喝太醉太可怕了 哦就是你知道就是一开灯啊 那那些就是群魔乱舞了 哇真的 就显得你在那像个修女 一种出水浮容的感觉 嗯 也没有啦 但是就是就是一个经验 因为我也就遇过这么一次 但我就印象非常的深 然后警察一来就是 身份证身份证 然后大家就开始 就是群 就大家乱窜啊 开始找自己的证件啊 然后开始互相踩踏啊 然后喝醉喝醉 倒旁边倒旁边啊 然后你刚刚觉得很美的女生 她怎么了 就会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呢 所以这个警察啊 实际上要叫中国人啊 我的经验呢 首先是恐惧 你知道被查 我曾经被查 我曾经走夜路的时候 在北京呃被查 就其实我到今天 我就想说那几个人 就是便衣啊 便衣我在小胡同里走 我走的那个小胡同啊 是一些个 靠近首长的住宅 对 领导人住的一个地方 他还是你走在那里的姿势 可能有问题 我就背一个包吗 略显 看上去好像里面有啥 对对 暴力 我在掏 我在掏这个包 你要掏什么 掏钥匙 因为我住在一个朋友的那个家里 他把钥匙给我 我找不着钥匙 我掏 我掏钥匙 其实我就觉得钥匙落他家里去了 你知道吗 然后这四个人夸一下上来把我围住 都是便衣 就说你不要动 其实我后来我想想 按说我 我有点后悔 就是说 我应该问你们的证件呢 可是我告诉你 别吹牛 没几个中国人 你在那种半夜三更 我给你赶 不是说人家不愿意给我 而是说 我就说 你当时觉得那个巨大的恐惧 你 后来我想起来 我说 我是不是应该有权利问问他 请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 要不然你怎么能搜我的包呢 对吧 但是 这里边有一个 你当时吓坏了 有一个非常深非常深的心理习惯 中国人在面对有人怀疑你的事情 第一个本意 我要主动的证明我们的证件 对 另外一种文化呢 它是要你来指证我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这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